好我们再看看二 实施实质性分析程序 评价分析的结果 那么多项认定相关 属于弱相关程序 这是我给您写的 您能看懂就行 这里面再给您说 那么我们在专题二里面 之前明确的给您讲了 是不是只有在一些极特殊情况之下 什么 比如说评估的重大挫暴风险 第一 并且数据之间形成稳定的 趋势关系的情况之下 我们才能够单独的用什么 实行分析程序 能够覆盖我所对应的认定目标 这之间在我们的前几个专题 一直给您强热点 那么换句话说 对于我们收入 由于在收入这个科目中 很可能存在什么 重大挫披风险 或者换句话说 收入的具体的认定 可能会被评价为高风险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仅仅实施 实行分析程序 是不足以覆盖 我这个审计目标的 因此我的实行分析程序 还要结合我其他的程序 来共同组合 实现我对于这项认定目标 能够认为获取了充分 实际上的审计证据 这是我给您讲的 整个的这一套理论 但是分析程序 或者叫实行分析程序 它是干什么的 它是找问题 而且是快速的找问题 发现异常点的这个程序 因此我们的审计 不是漫无目的的 我们审计是要有方向性的 您通过询问 通过实现分析程序 包括我们有 我们有一些有形的 不动产也好 或者是有形的动产也好 我们通过观察程序 也能够什么 获取相应的审计证据 但是这个证据 是找问题 找风险点 发现异常点的 你要配置以结合 6加2中的其余的一些 审计程序来进行组合 才能够实现相关的认定目标 好 我们再往下看 在收入确认领域 分析程序是一个较为 有效的方法 或者换句话说 都不能叫收入领域 在我们的损益表科目中 分析程序是一种较为 有效的方法 除非您损益表的有些科目 比如说其他收益 营业外收支 您今年整个就发生这么一笔 或者一两笔 那您没有必要分析吧 您详查不就完了吗 您何必分析呢 分析是快速的找问题 找异常点 要需要和 或者说在绝大多情况之下 需要和其他的程序 来加以组合的 因此 如果您这个科目 今年只发生了寥寥几 您就详查就行了 好 我们再看 可以基于 备计刑计单位的业务性质 采用不同数据的分析指标 这个分析指标包括什么呀 我待会儿的给您稍微续道续道 但是对您的要求是什么 这些分析指标 往往是通过题目中 具体的数字来体现的 而不是说 我给您念了一遍 很枯燥 很灰色的文字 我先简要的给您说一说 一 针对已识别需要运用分析程序的 有关项目 需要考虑有关数据之间的关系 以建立有关数据的期望值 实际上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包括管理费用 包括销售费用 包括我们有一些资产负债表的一些项目 是对于分析程序 是一个非常好的程序 是找问题 发现问题的这个程序 但是这个分析程序 不是您瞎用 换句话题 你在考场这个分析程序 你需要考虑 这个具体的科目 它和哪一个指标能够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预期 或者叫趋势关系 您才能够用分析程序 正如给您之前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您单位出纳 您说他比如您单位报销打款 他可能今天打 他也可能明天打 他总之给你打了就行 这种东西您分析起来没有意义 因为什么 因为它不会形成一个明显的一个趋势比例关系 那么什么能形成 比如说您的收入跟运费 人员跟工资会形成一种相对而言 比较稳定的趋势关系 那么我们市场上 比如您一个财务总监 一年工资多少钱 这个同行业的大概是有一个框架的 您这单位的财务总监 为什么挣的比人家多的多 还是比人家少的多 如果比人家少 是不是有一些工资薪金没有纳入账 如果比人家多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什么 这是通过分析程序找问题 发现异常点 但是这个分析的目标对象一定要有什么 要有一个稳定的趋势比的关系 我们再看二 我们再看具体的一 将账面销售收入清单与销售增值税清单进行核对 比如说您收入对应的 比如说我是13的税或者是6%的税率 它有一个对应关系 我们再看二将本期销售收入金额 与以前可比期间对应数据或者预算进行比较 比如说您是一个做冰淇淋的厂 那您冬天按说您的收入应该是很低的 那为什么您今年的收入突然升高很多 而以往年度很低呢 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找问题发现异常点 再说一遍 这些文字没有必要背 您可以看看历年考题 那么结合或者是结合我们的一些题目 您结合带入到那个具体的场景来进行分析 我们再看分析阅度或者记录的销售量 销售单价收入金额毛利率变动趋势 如果大家做过IPO审计 那么您都要跟同行业可比上市主体 同行业进行比这个毛利率的 您为什么就跟别人差异这么大呢 您是什么原因呢 这都是什么 这都是一种形成一种稳定的趋势关系的 我们再看四 将销售收入变动幅度与销售商品 以及提供老务收到的现金或者应付账款 或者是合同资产存货税金等变动科目来进行比较 好我们再看五 将毛利那么资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等关键指标 与可比期间数据预算或者同行业进行比较 还是我说的需要形成一种稳定的趋势关系 稳定的比例关系 那么六 分析收入等财务信息与投入产出率 劳动上产率产能水电 水能水电消耗运输数量等非财务信息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有些城市现在静态管理 在静态管理之下 那么员工都在家里面居家办公 为什么您的收入今年显著增长这么快呢 有什么原因吗 正常来讲您的收入应该是降低才是合理的 为什么您有这么快 正好您还处在IPO阶段 或者您在处于上市阶段 要为这个满城某一个指标 这不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趋势吗 我们再看七 分析收入与销售费用之间的关系 那么比如说销售薪金广告费拆旅费 以及机构的设置规模数量分布等 这个也是总考 但您真的没有必要背 举个例子 比如说您收入相对而言 本期增长的比较多 那么按道理来讲 您是不是拆旅费就应该花费的更多一点 或者广告应该花费的更多一点 那么如果你的趋势是反向的 是什么原因呢 有没有截止的问题 有没有有一些费用应该在本期入 您没有在本期入所谓的完整性问题 有没有收入的一些发生问题 或者叫做一些真实性问题 那么总而言之 这些内容啊 您结合我刚才给您讲的 知道在考场上分析程序是干嘛的 具体通过分析程序 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之下 它能够实现认定目标 刚才给您讲了 那么除此之外 分析程序是个快速的找问题 发现异常点的 异常点的这个程序 它必须要跟其他的程序相互组合 才能够实现相关的认定目标 除非有一些特殊 教材里给您举例了 比如说固定资产 今年也没什么变化 就是一个折旧 废用 那么这种情况下 您是可以单独利用分析程序的 除此之外 它需要跟其他的一些细节测试 来组合起来才行 好 我们再看 那么再 三 将实际金额与期望值相比较 计算差额 当然 前面根据分析 您看到了有一个什么 可接受差额 比如说 一般来讲 您这个企业 它的财务总监 一年的年薪 比如说是30万 我的市场呢 大概是一个25万到35万之间 那差不多 您正好取中间 可能您 您这个财务总监的资质啊 比市场呢 其他财务总监更好的 那它稍微给您调一调一些 但这种调整 不会是什么 不会是非常离谱的调整 因为是什么 因为有一个市场 一个大体的一个框架在这呢 好 我们再看四 如果差额额超过确定的 可接受差额额 这块相对重要 但是还是我说的 您不要去背 理解它里面的含义 比如说啊 差额额 我们具体啊 我们分析 可能差额额是5以内 比较合适 您的差额额达到15了 那么需要调查 并获取充分解释 和恰当的佐证 性质的审计证据 当然这个证据 需要通过什么 两个维度来实现 充分适当 适当又包括相关可靠 这我都是告诉您 怎么踩那个答题点 充分是量 适当是质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差额超过 可接受差额额 这块也是需要对 差额额的全部 进行调查核实 而并非仅对 超出的差额额部分 进行调查核实 这个点也是考的 比较多的 您一定记住了 是对全部 来差额额进行调查 而不是 仅仅是超过那部分 我们要扩大 这个调查的这个范围 五 评价实质性分析程序的结果 我们再看三 检查收入确认方法 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这里面提示您一点 那么是否符合会计准则 可能和多项认定相关 比较典型的和分类认定相关 或者是跟存在 或者是发生 因为资产负责表 损一表不同 存在发生和完整性认定 包括截止 都可能会产生不同 随便举个例子 那么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 您应该本期确认收入 您没有确认 如果说您对会计准则掌握的不全 或者是不劳乡之下 您可能认为确认 或者反过来也一样 是不是就会影响发生认定 和完整性认定 或者是资产负债表的存在 那么这里面还需要注意的一个什么 也可能会影响分类 比如说之前给您举的那个例子 金融资产 我认为应该是第二类别 实际上它应该按照会计准则规定 它划分为第三类别 那么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分类 因此您需要注意的 对于是否符合快计准则 这一条在我的很多 就是在大家在答 就是真题改进建议的时候 它是可以写的 那么它会对于什么认定 它会对于几项认定 都会产生影响 那么这里面也提示您 就是我们在执行程序的时候 不是漫无目的的 我们这个程序一定是对应的 我们什么 我们具体这样认定的 这是给您讲的 我们再看啊 检查交易价格 那毫无疑问是准确性 检查与收入 相关的原始凭证 与会计分路 发生认定准确性和结局 从出库单选取样本 检查至主营业务收入 以确定是否存在 遗漏事项 这是完整性认定 当然这是什么 这是不是一个顺查 顺查当然是完整性 检查程序是一个比较强项的程序 但你检查的目的范围方法不同 它所对应的这个认定也不同 好我们再看七 结合对应收账款 实施含证程序 选择客户含证本期销售额 什么意思 给您简要的 稍微续道去走 我们在实际上 我们在事务所 在发含的时候 在一张含证单上 更多情况下 不仅仅是对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实施含证 还要对于 我们本期的销售收入 这个发生额实施含证 比如说我对A客户 本期有一千万的销售 其中有五百万收回钱 五百万挂应收 那么我在含证的时候 实际上我在一张含证单上 是写的是销售额 就是本期的销售额 是写一千万 那么应收账款是写五百万 那么换句话说 我通过实施含证程序 在一张单子中 体现出了两个具体科目 这是给您讲的相关的内容 实施销售截止测试 这个截止测试 跟我们后面讲的 费用内的截止略有不同 我给您之前讲六加二的时候 您还记得这个二包括什么吗 包括是不是包括一个尖盘成绩 因为尖盘我们在专题六 还会给您讲到尖盘的一些特点 还有一个二 你还记得是什么吗 是不是截止性测试 这个截止测试 它可以实现截止的认定目标 它也可能实现完整性 或者是发生认定 为什么 我们七大程序中 实际上是没有截止的 但是之前我一直跟你讲 要把它作为一个什么 作为一个六加二中 这个二 作为一项比较特殊的 身体程序来加以考虑 教材里没有 是因为截止这个程序 它相当于是一个检查程序的 一个程序组 因此它不构成一个单独的程序 我们程序只有七大类 它不构成一个单独的程序 但是截止非常的重要 它在我们损益表中的大多数的科目 除非你的科目一年仅发生级比 您真的没有必要实施截止测试这个程序 那么您可以通过详查 和我的资产负债表中的一些科目 比如说我的货币资金类的 我的存货类的 都可能运用到截止这个程序 那么截止分几下几种情况 有可能是双向截止 也有可能是什么 也有可能是实施的单向截止 那么我们在这一章 就是交流收款循环 对应的收入 它实际上是用的是双向截止 为什么 因为收入而言 它相对我的发生认定 或者是它的真实性 一般它评估的中段收入风险 都应该是比较高的这个风险 所以我要多执行相应的设计程序 那么在设计截止这个程序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 我通过检查不同的维度 既实现了截止这个认定 也实现了完整性和发生 这两项认定什么部分 通过获取的部分证据能够覆盖 那么我们看具体的目的 那么截止测试它的目的 主要在于确定 被设计单位的营业收入 会计记录归属期是否正确 应记录本期或者下期的营业收入 是否推延至下期或者提前到本期 但它的方法采用的是顺查和逆查 我们具体看一下 选取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若干天的出户单 与应收账款和收入名气账进行核对 它是一个顺查 这个您应该很好理解 同时从应收账款和收入名气账中 选取资产负债表日前后若干天的凭证 与出户单进行核对 以确定销售是否存在跨期现象 逆查 这里面截止测试的主要 就是主要的方法 如果您认为对于截止认定 或者是对于完整性或者发生性 您的评价没有 就评估中的重大错报风险 没有那么的高 你可以按照常规的程序先来 常规程序一般是什么 之前也给你讲过 在12月31号 前面几天或者是几笔 后面几天或者几笔 如果您认为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比较高 那您当然需要降低您的检查风险 使您的整体的这个审计风险可控 那您可能会需要什么 把这个天数或者是笔数 给我往两边尽量的延长 好我们再看 那么这个程序 第一个程序 您看是不是检查程序 后面还有检查程序 它是通过几个检查程序的程序组 共同实现了我这个截止测试 好我们再看 符合资产负债表示前后销售和发货水平 确定业务活动是否异常 并考虑是否有必要追加截止测试程序 这讲的是什么 符合资产负债表示前后的发货或者销售 确定业务是否是异常 是不是通过分析程序 通过分析程序快速的找问题 或者找一场点 如果有 那您可能需要追加这种检查程序 如果没有 那您就是通过分析之后 分析程序之后 您可以按照常规的检查程序先做 因为我们的截止测试 毕竟是一个检查程序的程序组 好我们再看 三 取得资产负债表示前后所有的销售退回记录 检查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况 这个您应该很好理解 有没有跨期 四 结合对资产负债表示应收账款 或者是合同资产的含证程序 检查有未获得客户许可的销售 如果没有获得客户许可 那您是不是本期的销售或者产生截止问题 或者产生发生问题 这是给您讲的截止相关的内容 不需要背 不需要背 你只需要知道这个六加二中的二有一个截止 它在我们现在讲的收入中 由于我的收入这个账户太重要了 可能对于它的很多数的认定 都会凭它的重大特效风险都会评价比较高 因此我要降低我的检查风险 所以我这个截止实际上是一个双向截止 我们看具体截止测试的一个优缺点 那么以账簿记录为期限 针对的是什么 针对的是多计收入 那么它是比较直观 容易追查至相关的凭证记录 检查跨期十分便捷 可以提高审计效率 但是缺乏全面性和连贯性 只能查多计 无法查漏计 这是给您讲的 换句话说它是跟什么 就是您的具体的检查的方向 目的不同 获取的证据也不同 自然它所对应这个认定 或者叫认定目标也不同 我们再看 以出库单为期限 叫全面连贯容易发现漏迹 因为它是顺差 那么缴费时费力 因为比较多 比较多 有时难以查找相应的发货 以及账簿记录 并且不易 发现多计的收入 这是它的一个优缺点 不需要让您背 我再强调一遍 别嫌我啰嗦 你一定记住了截止测试 它在用在哪 后面我们还会讲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的截止 它和我们现在讲的收入截止 相对而言 教材给的具体的程序 还是简单一些 由于什么 由于我收入 可能会存在5B风险 那么您所评估的重要收入风险 相对而言比较高 所以说我在截止测试中 我需要通过这种检查 或者是检查加分析这种程序组 来加以实现 这是给您讲的这部内容 我们再看 9 对于销售退回的 检查相关的手续是否符合规定 结合原始凭证 检查其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结合存货项目审计 关注其真实性 也就是发生和分类 这里面你可以 如果是我 设计到这些特殊业务 我会这样来考虑 写的时候 我讲的是 就是你在答那个题的时候 靠上答题的时候 那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 考虑 销售退回 是否符合相关的规定 同时检查相关的手续 是否合规 那么结合原始凭证 单据检查其会计处理 是否符合相应规定 可能我会这么答 我们再看 实检查可编对价的会计处理 这部内容去年就考了 当然他并不是说考你这段话 他是纳入一个真实性的一个场景 带入那个题 问你的 我们大家会看到那个题 当然他是会和准确性 发生这两个认定 会产生关联 我们再看11 检查主要有收入 在报表中 猎豹和披露 是否符合且快准的规定 这是对应什么 这是对应于猎豹这项认定的 你看啊 对于猎豹这项认定 其实教材那边也是一样 他在多数情况之下 可能会执行这一项程序 就能够对应这项认定 那么其他的 我们有一些认定 因为我们每一个科目 是有六个认定的 其他的 我们有一些科目的认定 可能我需要通过多项程序 加一组合来共同实现 这项认定 才能使得 获取的证据 才能够覆盖这项认定 那么也可能是什么 我一项程序在执行时 有强有弱 可能对这个 就这项程序啊 对这个认定 它是一个强项的神经程序 那么对那项认定呢 它是一项弱项的神经程序 那么也就是说 程序跟认定之间 有的可能是一对一 但是绝大多情况 或者叫做大多情况 它是多对一 或者是一对多 好 我们再看 二 营业收入的延伸检查程序 这个内容很重要 这两年连续在这出大提 它是2020年根据 选据准则问题解答四 那个收入 那接来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延伸检查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一啊 叫什么 你还记得吗 叫做常规程序 实际上常规程序 是已经可以复 获取的证据啊 已经可以覆盖 我那六项认定了 六项认定了 但是可能会存在什么 五倍的风险 可能会存在特别风险 导致我评估的重大特报风险 或者说我评估的具体科目的 具体某一项认定 或者是某几项认定 它的重大特报风险 显著的高 那么我就需要怎么样 降低我的检查风险 使我的整体的审计风险可供 这是一个总体的原则 那么怎么样的 使我的审计风险可供呢 那么一定要实行 延伸检查程序 这里面的延伸检查程序 我再强调一遍 跟我刚才讲那个六加二 那么六里面 有一些强项的审计程序 有一些是弱项的 它是两个维度的事情 您不要认为是弱项程序 就不能用于延伸检查 还是拿我做例子 刚才我刚才讲了 我可能有犯罪嫌疑 当然我是没有啊 我只是给你举这个例子啊 说我有犯罪嫌疑 那你是不是要通过什么 常规的询问之后 发现了有这个疑点 我是不是要需要把我的这个 询问那个面扩大 或者看我有没有跟对方 有没有一个什么 有没有一个债权债务的纠纷 一旦双方有没有一些过节 那么我是不是通过分析 我的作案动机啊 那么如果说认为 我可能会有这个作案动机 比如我们俩有债权债务纠纷了 是不是我要通过分析程序 来扩大我的这个面 但无论如何 您不能认为我通过分析 通过口供就能够定我 定我的罪吧 这不能这样讲这个事吧 因此你要需要通过 其他的一些扎实的一些 书面的一些证据 来加以证实 它是一个快速的找方向点 但是我通过不同的维度 我常规的口供 和我延伸的口供 它是两个维度的事情 我可以什么 我可以对被审计单位的财务人员询问 我也可以对什么 我也可以对对方单位 他的相关的管理层 或者他的相关的财务人员 我也可以进行 我延伸我这个扩大询问这个面 虽然是弱相关程序 但它可以通过这个扩大这个面 来怎么样 来获取什么 您的异常点或者风险点 来再加以其他的审计程序 加以组合 来共同的实现什么 共同的实现我收入这个科目 它的相关的认定目标 谁让您评估的重要错误风险比较高呢 所以我需要通过延伸检查的程序 来获取既有的审计证据 来覆盖这个认定 好我们再看具体的内容 营业收入可能存在5B风险 那就特别风险 那么您评估的重要错误风险 应该是比较高了 重要错误风险较高 如果识别出被谁难为 收入真实性存在重大疫情情况 就发生认定 且通过常规审计程序 无法获取充分实现审计证据 这种科学师需要考虑实施延伸检查程序 既对检查范围进行合理延伸 刚才给您解释了 以对 以应对识别出的5B风险 实现相关的认定目标 这个话啊 其实啊 我觉得可能大多数的学员啊 您在通过专业阶段的时候 您没有完全理解 或者就没有完全掌握这个审计 这个逻辑思维框架 因为什么 因为它的中间和专业阶段考核的方式 是有不同的 专业阶段考核的方式 更多的是通过客观题的方式 来往上上分 那么您对于主观题 可能会要丢掉一些分数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您的复习的侧重面是不一样的 它没有必要 就专业阶段考试 它没有必要 让你细挖我们审计中 这个背后的逻辑的 但是中间的不一样的 如果您现在可能刚复习 如果您有机会 看看历年 特别是这几年 我们中间的考试审计的题 你就会发现 很多答题 那个审计程序是很多的 你如果按照专业阶段 我们最后主观题 那个程序 就那个一句话 或者叫做一半句话 一句话也好 那个答题 你可能在中间的考试中 你会丢掉不少的分数 这是我提醒你 我们再看 例如对所销售产品 或者是服务 及其所涉及的资金来源 和去向进行追踪 这不就是一种延伸吗 对交易参与方 最终控制人及其身份 进行什么 进行查询 那么您是不是对于交易参与方 对方您最终 或者最终控制方 您交易查询 是不是要您浪费 您更多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 因为什么 因为你要获取更多证据了 在您一个审计项目 收费一定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会怎么样 会相当于是一种什么 追加程序了 延伸检查不就是一种追加程序吗 这是给您讲的 我们延伸检查 不是每一次都是要做的 只有在什么 只有在评估的重要通风险 比较高的情况之下 我们认为通过常规程序 所获取的证据 已经不能够覆盖相关的认定 在这种前提之下 我才能够实施什么 追加的相关程序 好我们再看 实际中 朱特快试可以实施的延伸检查 举例如下 这个内容 你先跟我过一遍 先别背 为什么别背 你背的那个点不在这 或者说不完全在这 后面我们会结合 历年的真题 告诉您怎么背 因为这个内容还是有点多 您结合历年真题 按照历年真题 那个逻辑角度去背 就行 我们看一下 以获取被审计单位 配合的前提之下 对相关供应商客户 进行实力走访 等于什么 你要延伸了 不仅是被审计单位了 还需要考虑什么 跟您发生业务的对方单位 比如采购房 针对相关采购 销售 交易的真实性 获取进一步的审计证据 在实施实力走访程序之时 那么朱特快试 通常需要关注以下事项 你看啊 关注什么事项 被访谈对象的身份的真实性 以及适当性 我把这句话翻译过来啊 您现在如果实施常规审计程序 您询问的是谁 被审计单位的相关财务人员 或者是说 把他的范围再扩大一点 他的管理层 治理层相关人员 现在你需要把访谈对象 延伸到谁了 您采购房 对方单位了 那自然是需要什么 被审计单位的配合的情况之下 那么这是什么 扩大你询问的这个范围 但是扩大学问范围 它毕竟是一个弱相关程序 那么他 您仅仅是访谈 通过执行这一项程序 不足以什么 不足以实现什么 不足以实现您 所对应收入的认定 谁让您有舞弊风险 谁让您 由于存在舞弊风险 所以说您 评论方面比较高呢 我要实施什么 我要实施 更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来降低我的审计风险 这里面还需要注意一个点 什么 这个访谈的对象 由于是什么 由于是采购房 他所获取的证据 虽然是外部证据 但您是通过访谈得来的 相对而言 证明力也没有那么的强 我们再看二 相关供应商客户 是否与被审计单位 存在关联方 或者是隐性关联方关系 这个点说明什么 比如说 我通过收入的寒证 或者应用账款的寒证 或者是我收入 本期发生额的寒证 那么从一个侧面 可能会实现什么 我的发生认定 我讲的是从一个侧面 那仅仅是一个寒证 可能并不足以实现 我还通过检查 或者通过其他一些设计程序 共同实现 但在这种情况之下 由于可能会存在着 一些关联方 或者是隐性的关联方关系 那么导致什么 我还要执行 更进一步的设计程序 那您含证对象 如果是关联方 虽然是书面证据 虽然是外部证据 但您认为 它的证明率强吗 是不是有可能会存在着 舞弊风险 存在着特别风险 好我们再看 三 观察相关供应商客户 生产经营的场地 判断其与被审单位的交易规模 是否和其他 是否和其生产规模相匹配 这个是观察 观察它的场地 是否相匹配 观察程序 是不是也是一个 弱相关程序 举个例子 观察存货有残次冷背 是不是也是对于 我所对应的 准确性 计价分摊 能提供一个弱相关证据 但是它所对应的 虽然是弱相关证据 是不是我还要通过 其他的一些程序 来加以实现什么 我到底计题多少简直 那么您不能说是 仅仅是通过 监盘中的观察 来加以实现 它道理一样的 观察是为了什么 也是为了找问题 发现异常点 所以说你要通过 其他的设计程序 来加以补足 我们再看 四 相关客户向被审单位 进行采购的 合理的商业理由 五 相关客户采购 被审计单位商品的 用途和去向 是否存在销售给 被审单位指定单位的情况 六 相关客户从被审单位 采购商品的库存情况 必要是进行实例查看 这都是什么 这都是通过一些程序的组合 来获取相当审计证据 好 我们再看七 是否存在抽屉协议 比如说推货条款价格保护机制 换句话 主要要通过什么 通过检查这项程序 来看本期是否应该确认收入 或者换句话 本期确认收入的一个真实性 我们再看八 相关供应商 向被审单位销售产品 是否来自被审单位的指定单位 我们再看九 相关供应商客户 与被审单位是否存在 除社销交易以外的资金往来 如果有 了解资金往来性质 那不都是一种延伸检查程序 是不是这些后面这几项 是不是都是实施的是检查程序 我们再看二 利用企业信息查询软件 或者通过企业信息查询工具 比如说现在比较常见的 其他查 天眼查 这些 查询主要供应商和客户的股东 及其最终控制人 有没有一些什么 隐性的一些关联方 以识别相关供应商和客户 与被审单位 是否存在着关联方关系 那么如果存在关联方关系 如果 那么我通过常规程序 所获取的证据 可能就不一定 那么的充分适当了 因此怎么样 我要通过这种延伸的程序 来获取更进一步的设计证据 我们再看三 通过经销模式 在采用经销模式情况之下 检查经销商最终的销售的实现情况 它到底是什么 到底已经是 是到底是一种代销 还是一种什么 还是一种经销模式 那么如果是代销模式 可能我在给经销商发货的时候 不能够确认收入 这是给您讲的 关于前三点 我们再看四 这个内容挺多的 所以我刚才给您讲 背 别背这儿 后面是结合历年真体背 当注意到存在关联方关系 配合被审单位虚构收入的迹象时 说明什么 可能您评估的重大收入风险比较高 获取并检查相关关联方 银行账户资金流水 关注是否存在与被审单位 相关供应商或客户的异常基金往来 还是实际是检查程序 但是他现在检查这个方向是什么 通过关联方虚构收入来进行检查 我们再看 如果周德会议认为检查程序是必要的 但受条件限制无法实施 或实施延伸检查程序之后 仍不足以获取充分实际上审计证据 周德会议应当考虑 我所对应的审计范围是否受到限制 需要考虑审计报告的意见类型 或者是解除约定 那么这里面需要通过什么考虑 影响是否重大或广泛 如果是重大非广泛 可能是发表什么 保留意见 否则呢 可能是发表的时候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这是给您讲的相关的延伸检查程序 实际上延伸检查程序 更多的是一种什么 更多的是一种通过我们执行 相应的审计程序 覆盖我所对应科目的一个认定目标 好 我们看一道去年的思考题 这个思考题啊 实际上你需要一个相对而言 比较好的会计基础 有些内容才能够达出来 这也是我们 我们在这一章啊 就是在专题四 我在一开篇就给您讲到 我们这一章的有些考点 可能并不仅仅是取决于 您这一章学的怎么样 更多的是取决于 您会计中收入那一章 学的怎么样